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事情 我以前跟朋友们聊过,乌克兰加入欧盟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跟实惠,老百姓的实惠就可以自由的到哪儿都去打工 有钱人可以到哪儿都去旅行 其实,这些实惠,现在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 已经实现了,他们可以没有签证 到欧洲各国去定居 然后,获得工作 欧洲已经给他们开了这个绿灯 大家层面上,欧洲呢,也已经,我指的是欧盟国家 就是老欧洲吧,都给了各种各样的免税的措施 就是,你通过我们这儿,你卖什么东西 都在不用交税了,就差不多已经跟欧洲经济一体化了 但是呢,乌克兰要的是欧盟的 完全的,完整的成员国的资格 然后,就想完全的,完整的进入欧盟 就是,跟其他成员国一起行使欧盟成员国的 一切的权利,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投票 表决权了,就是对游戏规则的制定 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很多游戏规则要制定 虽然现在有了基础了,但是未来肯定很多很多嘛 以后,如果他成为完整的欧盟成员国 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是他单枪匹马的去对待了 而是,以欧盟一个成员国 就是,谁要得罪乌克兰就得罪整个欧盟了 那我们现在把脑洞稍微开大点 那俄罗斯想不想加入欧盟呢? 我指的是,俄罗斯的普通老本性,跟普通的精英嘛 明白人肯定都会说愿意 怎么不愿意呢?首先,俄罗斯的经济 跟欧盟有着很大的互博性 现在,他们之间,你尊有我,我尊有你 也有很大的经济依赖度 整个老欧洲呢,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而俄罗斯呢,依赖欧洲的各种技术 轻工业产品,还有各种信息 各方面的服务 所以呢,他们如果成为一个遗体的话 对双方都有好处,对老百姓好处就更多了 因为整体来说,俄罗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要比整个欧盟国家的那些水平 那些水平要差很多很多的 当然了,加入欧盟并不意味着一切 他还要做各种这样的努力嘛 当然,欧盟是有门槛的 为什么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么难呢? 就是因为乌克兰各方面的环境的建设 没有达到欧盟成员国资格的那种要求嘛 他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很多的腐败 欧盟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欧洲 比方说是法国,德国,意大利 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也算什么 基本上官员腐败是没有的 但是呢,在乌克兰是相当相当普遍的 而在俄罗斯呢,就更普遍了 这样,乌克兰他们就想学好 加入欧盟之后,就像罗马尼亚那样 罗马尼亚比以前就好多了嘛 波兰比以前也好多了 波多蒂海三国的,不用说了,都是 跟十年前,他们加入欧盟之前的 那些,就是他们原来的那些国家 就完全不一样了 至于东德,那就整个是脱胎换骨了 这些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就自己去查找 我呢,就不给朋友们说一些具体的数据了 俄罗斯也是一样的 他加入欧盟,对整个国家 对整个民族,对每一个家庭 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那我们再说一说 有人说呀,就是欧盟是针对俄罗斯而建的 这是完全不对的,欧盟是针对美国而建的 他就想摆脱美国,在国际上 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呢?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 欧盟,他并不是针对俄罗斯的 俄罗斯如果条件符合,他肯定也会吸纳俄罗斯的 那俄罗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他要对他的老百姓好嘛 他不能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两个家族的 就是走马灯似的 就是换,就是那种情况 他要公开透明的去选举 有一些人人来了,他们就要让闲 就是,不要搞什么黑社会 因为俄罗斯基本上就是黑社会统治嘛 不用黑社会,那种统治也很难达到 什么姓梅的 待上四五年,七八年 完了姓普的,又上去 就他们两家换来换去的 这确实是不像话 那为了维持这种交换,利益的交换 他肯定要做一些很讨厌的这种事情嘛 就是打压一些对手,甚至把人家 反对派稍微好一些的人 当街给一枪打死 至于绑架的,恐吓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吧 像这样的国家,欧盟是 肯定是不欢迎的嘛 所以他就进入不了 所以呢,就跟表面看来 好像是欧盟是跟俄罗斯对着干的 但实质上呢,是一种价值观 是一种新的,比较文明的价值观 跟一种旧的,野蛮的价值观的一种斗争 俄罗斯如果那种价值观不改变 整个社会没有那种比较宽松,包容的,多元的气氛的话 俄罗斯永远就是世界的敌人 更别说,就是它的邻居欧盟的敌人了 也就是咱们加拿大的敌人 加拿大跟俄罗斯其实也是离得挺近的嘛 因为隔着几个洋,隔着太平洋,隔着大西洋 同时又隔着北冰洋,尤其是北冰洋,北极 各方面的争夺是相当多的 北极有个北极理事会有八个国家 现在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原来专利的,或者原来跟 加拿大,美国对着干的那些国家 现在都捏成一团了 就是现在成七对一的姿态 俄罗斯在全球这一下打了乌克兰 占了那么一点地方 实际失去的是相当相当多的 有苦说不出啊 那它怪谁呢? 但是俄罗斯如果变天了 如果真正的变成就是像 拉脱维亚,立陶宛,埃沙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甚至是德国那样的体制 那么透明,那么开明的政府 老百姓呢,就是敢随随便便 就是编个电视剧,来编排总统 编排总理,就像乌克兰现在似的 那乌克兰则也是怎么上去的? 它不就是靠着骂总统上去的吗? 不是靠着骂政府上去的吗? 就这么回事啊 俄罗斯现在这种程度达不到啊 它虽然可能人均收入或者GDP比 稍微高一些 但是它的民主程度比乌克兰差的 不是一节半节啊,那是几十节几百节啊 在它那个国家,人们都活得相当相当的压抑 但是在乌克兰最起码大家都活得比较宽松 都能自由地说,我对政府不满意 我对这个总统不满意 就是哪怕民调也好 俄罗斯为什么这次要入侵乌克兰呢? 就是因为它看了很多人的民调 有些老百姓直接说是,谁要来推翻我们的政府 我就会帮着它,直接就这么说 但是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就把它给抓起来 或者是针对它怎么着 但是呢,俄罗斯就天真地相信 就是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傻 非常的幼稚地相信 老百姓真的会欢迎他们去推翻自己的政府 因为老百姓心里很清楚嘛 你是啥样,你比我们差远的去了 他呢,就真的开着坦克就去了 那老百姓,哟,你还真来了 然后呢,就是农民就托他的那些设备 然后把他的信息告诉军方 军队呢,就初期团结一致 然后就是,去给他们的坦克开挂 然后呢,欧洲呢,又来各种各样的援助啊 这个钱啊,什么武器啊,等等的 就是打成那种烂照了嘛 然后呢,还把瑞典和芬兰给打没了 然后本来是在北极这个权益争夺当中 丹麦跟咱们加拿大为北极这个中间的那一个岛 那个,等于炒面糊吃的 现在也好了,两家很好了,行了 我们合起来一起对待俄罗斯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吧 一下子就把俄罗斯孤立到了整个世界之外 更别说,把它吸纳入一些世界上 让他也来帮助制定这种游戏规则 现在就是说是,我们不要你,你就自个玩去吧 那自个玩肯定就会玩死嘛 玩着玩着就完成了北韩嘛 北韩什么样子 就是自己玩的典型的案例 好,那今天呢,我就胡乱聊这么多吧 没有草稿,没有主线,没有线索,没有逻辑 也没有深度,没有水平,更没有专业化 就凑合着看吧 谢谢,再见,拜拜